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和大家講的東西是關於家庭關係 有一位女網友在Dcard發文 說姐姐帶男朋友回來家裡白吃白住 說一下自己的委屈 這個女網友表示自己是來自低收入的家庭 現在就和爸爸媽媽和姐姐一起住 自己平日都會幫忙洗一下碗 浪一下衣服、洗一下衣服、摺一下衣服 都會做一下家務 但是自從搬家之後 姐姐的男朋友一個星期至少有五天都在他們家裡 騙飲騙食 上來他們住 樓主就說要幫忙洗了姐姐男朋友的底衣褲 他對於這件事相當不滿 就說頂不順便幫第二個男人曬底褲 這個女孩更抱怨 就說姐姐和男朋友的生活模式加重了家裡的經濟負擔 就說兩個人在家裡無所事事又不會做家務 只躲在房間開冷氣追劇 追到天亮 樓主就形容為家人平時非常之折劍 熱到頂不順才開冷氣 又解釋父親因為身體有病的原因 就是沒辦法工作 母親又沒穩定收入 整家人都是靠以往的積蓄導日 只能夠省點洗 頂住雞頭 雖然樓主有做part time 賺生活費 但只是教他自己生活 現在還要幫家姐交電費 就很不甘心 雖然他媽媽叫過家姐給家用 但家姐當然不能給 樓主就說 家姐因為年幼時發生過一些事情 所以就不尊重他媽媽 而父親性格都比較軟弱 就不夠強硬 所以沒人管家姐 而且家姐的脾氣一向是比較暴躁 偶爾都會有打鬧的情況發生 試過打到樓主臉都損了 所以樓主即使不喜歡家姐和男朋友的所作所為 但因為怕有爭執 令到家人不開心 就說不傷爸爸媽媽 所以樓主一指好 是覺得委屈都好 唯有忍住 貼文引來網民熱討論 大部份的網友 都是留言安慰樓主 又為他的祖叔感到心酸 認為他比他姐姐更加成熟 有些網友比較辱麻 就說心痛離譜譜 亦都有網友跟他研究如何對付這個姐姐 有些人說懂冷氣總製 有些人說不幫他們做家務 有些人說不滿都要講清楚 不要忍了 如果姐姐打勾你的話 就報警處理 我覺得如果姐姐打勾你的話 你可以先練習武術 學會智慧 第一件事 我覺得你應該先跟姐姐談了 兩個坐下 不要吵架 心平氣和他談了 看看什麼環境 如果談完都是這樣 沒有改善的 我覺得你要跟你媽媽再談一下 如果你媽媽都處理不了的話 我覺得這個家 你就要研究一下是不是要離開 我覺得做人 你說我自私也是這樣說的 你要是為自己打算一下 因為你家人這樣 其實對於你整個人生 或者對於你很痛苦 是一個折磨 是一個拖累來的 所以我覺得你的方向 可以想一下怎樣離開這個家 如果你離開了這個家 有一個舒適的環境 可以讓你自己生活到的 跟著你可能隨著你長大 上班 賺到錢 到時候你才再給錢 家人 是吧 起碼不會說現在這個階段 大家在這裏 類鬥類 大家鬥慘 是吧 那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你媽媽呢 縱容你姐姐 或者你爸爸縱容你姐姐 都很大問題的 那所以呢 這樣說會不會太仆街呢 不過算了 我這些難聽說話不要說了 總而言之 你就要為了你自己的人生去打算 就是說 你說是不是要開靚車 住靚屋 那我不敢說 那但是起碼 起碼 你現在這樣跟他們黏一堆 你姐姐又狗不答白了 容許我這樣說 你爸爸媽媽又狗不答白了 那你跟那麽狗不答白的人 住在一起呢 你是搞狗你自己的 那所以真的要是離開啦 那我有些朋友仔 我不會開別人名的 其實我認識的那些朋友仔 都跟你是有一個 即是跟阿劉主 有一個類似的狀況 就是他的家人 有很多家庭的問題 即是很多人都是狗不答白的 即是你會覺得 喔 為何經常都幫了阿哥呢 明明阿哥 你又吸毒 又吸煙 又廢青 又不敢翻江九 又不敢答白 那但是爸爸媽媽 永遠就不會理阿哥的 喔 永遠呢都有狗過阿哥的喔 是吧 那你會見到說 很有問題 這樣 然後你跟他們淚鬥淚 跟他們黏一堆淚 坐去都傻了 想辦法搬走 是吧 不要被這些人佗傻了 混蛋 不是叫你不孝 你可以呢 離開了他們之後 即是跟不跟他們一起住了 離開了這個家庭的環境了 搬到一個舒服一點的地方 自己又回到差不多的經濟能力 之後你可能 喔 再給錢家人洗 那沒問題的 不是叫你完全不離家 可能你都買了些東西上去探一下家人 回去喝湯啊 吃飯啊 但是呢 一起住就不了了 哈 因為你有些家人科忍玩嘛 狗不忍搭爸媽 底褲都洗了嘛 跟著你爸爸媽媽可以當沒事嘛 哈 那你是要離開了想辦法 而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怨癌 一個怨打的 都無所謂 那但是你現在不是喔 你現在你覺得委屈啊 你覺得不開心啊 那屈會病的 會屈到可能生cancer 抑鬱啊 那所以呢 心病呢 是需要心藥醫的 而這個心藥呢 最好呢 就是離開這個家庭 哈 找一些 即是你自己適合的生活啦 找一些 一個這樣的情況 哈 那至於 離開了之後 找到錢啦 你的環境得到改善啦 哈 做人很簡單的 就是求舒服的 很多時候 哈 那你既然得到改善啦 那你環境如果又不錯 沒有人駝累你的時候 那你才再想 怎樣去補償回你的父母啦 如果你有孝心的話 就不一定是不孝的 哈 那今集呢 分享到這裏啦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呢 那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那我就是 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